那我们留给对方的日间还有吗 我们和队友的关系 还像刚刚恋爱的时候那么亲密吗 结婚之前 一周休休至少三四次吧 有了孩子时候 可能就一个月一次已经很好了吧 但是很多女学会把女性至上放在了男女平等的 更重要的一点 她觉得我是至上的 而真正的忽略的是自己最重要的另一半的感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他山遇见 我是坐标北京的主播小某妈妈 我是坐标硅谷的主播王小明 我们是一档关注全球华人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教育栏目 如果你也是父母 或者十分关注科技革命下的教育改革和终身成长 欢迎关注我们 我想在聊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先聊一下八月份的一个新闻 八月二号的时候 中国民政部在官网上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中国办理结婚登记的数据 然后今年上半年总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343万人 比去年减少了49.8万对是历史新低 然后八月中旬的时候又有一件事情冲上了这个搜 就是八月十五日呢 这个最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征求意见 然后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以后结婚再也不需要糊口本吧 然后同时结婚也取消了对这个登记的地域限制 也就是说你以后比如在北京打工或者是去深圳 你北京人可以去深圳登记结婚 背景就是考虑了整个中国人口流动性 然后呢这个征求意见稿还是对这个离婚冷静期进行了这个具体的规定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结婚更容易了 然后离婚更难了 然后被人调侃说是从此婚姻贼传话 上去就下不来了是吧 就是其实是大家说像苏大强这种人的春天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片子没有 没有没有 中国之前特别有名的一个剧的一个形象苏大强 他就是年纪大了嘛 然后他有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他想跟自己的保姆结婚 三个孩子都反对 然后可以扣着他的户口 但是现在呢这种老人就可以自己随便结婚了 这是一个 对一个体外话 但是就是想用这个影子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整个的社会环境 现在大家其实是不愿意结婚了 更不愿意去生孩子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结婚生孩子之后开始变得有一点孤单 就是像我们这样已婚已育的同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吧 大家都不愿意进入婚姻 所以今天呢也就是通过这个影子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目前看起来已经结婚了 并且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人结了婚之后 跟自己的队友的这个亲密关系也是发生了变化 我其实是相反非常的理解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想结婚 我觉得我们刚好可以聊一聊 我们在结了婚之后 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 跟队友是否还是这个亲密恋人 以及我们的这个两性关系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变化肯定是有的 而且我觉得你用队友这个词就非常有的意思 因为它好像是象征两个人的合伙的一个关系 一个合作的关系 然后它在同一个队伍里好像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去彼此承担一些任务 跟这个亲密关系好像相距有点遥远 对 其实我觉得在我结婚之前 我还是蛮期待有个人可以跟我说这些话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还蛮希望跟结婚之前的自己说以下想说的话 因为我感觉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还挺合适的 然后也觉得你反正也是要结婚的嘛 然后就进入了婚姻 就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是27岁 二路结婚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结婚的 比如说在北京27岁结婚是一个非常早的年纪 我们现在可以数算一下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你老公也是我老公的伴郎 对对对 我和小孟妈妈 其实是因为老公的原因才认识的 对 其实王晓明和我 我们两个主播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因为我们的老公是高中同学 然后我们是一起出来一起玩 然后发现我们两个人也性格很大 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出来做这个节目 但是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提过他们啥事 今天这期节目就把他们暴露在这个highlight里头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周围是没有任何人去可以模仿的 我当时是四个伴娘 我老公是四个伴郎 然后他的四个伴郎现在全部都已经结婚了 并且有一个已经离婚了 然后我的这个四个伴娘里头 现在全部都是单身 其中一个是离婚 离婚是跟那个我老公的伴郎离的婚 然后你就说是 如果你单纯从我自己的亲密关系 就是闺蜜的这个里头来看 他们都没有结婚 都没有选择结婚 可能都是自己平常生活也很丰富 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需要结婚 所以对于我当时结婚来说 我是一个少数群体 没有人给我一个事 或者是一个人你怎么去 你接下来会面临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又很盲目的自信 你就觉得 哎呀这么多人都能够handle这些事情 我当然也可以啦 然后就从来就没有想过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但是当时我觉得 确定让我跟我老公走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婚前的相处 是非常融洽的 然后并且我们在婚前的相处过程中 我是明显的发现 我们两个人有非常好的纠错机制 就是一旦我们两个人吵架 或者是一旦我们两个人 遇到有分歧的地方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能很快的解决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 她是在改变的 我也在改变的 就是双方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因为这一件事情 让我对进入婚姻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 婚姻里是一定会遇到我们 没有办法测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两个人 都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这个关系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我当时是这样给自己说的 然后后来就进入了婚姻 然后进入了婚姻之后呢 我是2017年结的婚 现在已经七年了 对现在是正在养的时候 好养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嘛 其实算是速度很快的 然后关系已经变成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像创业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两个人 在一起经营一件事情 然后你们两个人 set up a joint venture 然后是一种这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用队友非常的恰当 用队友这个词 是在你谈恋爱的时候 不具备的 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是对他花自己的利益 你会觉得 哎呀他今天让我好不舒服呀 我要撒个娇 我要怎么样 但是一旦你结了婚之后 就变成了 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的一盘事业 那你肯定要是 最大化的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结婚之前 是没有这个队友的意识的 结婚之后会发现 这个人一定得很给力才可以 如果你们两个单纯的之间 只有那种男女的恋爱的感觉 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所以叫队友 对但是今天也想来反思一下吧 只是有队友 这个没有爱 没有这种男女的情爱 也是不行的 对 你呢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问过 你跟Johnny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以及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就结婚了 因为你们其实在美国嘛 对我们是我来美国留学了以后 才认识的 然后那个时候 他卖了一台车给我 嗯嗯 本来我以为我 找了一个大便宜 车卖的我 怎么这么便宜啊 然后质量又好 他给我服务又认真 然后最后才发现是 他捡了个大便宜 他捡了个老婆呀 是不是当时又开始 居心不轨了是不是 那当时怎么想的 我不是还清楚 但是我们后来 差不多认识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开始交往 交往了大概四年左右 我们就订婚了 就待了整整一年 我们才结婚 到现在也有八年了 为什么订婚到结婚 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呢 那段时间我们在做了一个 婚前辅导 然后婚前辅导 分这几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先做性格测试 测一下你和你老公之间 六型人格到底都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两个测出来了以后 都是ENFJ 不是ENFP 那我们两个还挺像的 总之我和我老公呢 就是两个人都外向 然后凭直觉 比较感性 然后凭着判断力去做事情 所以我们两个就感觉 哇 十六选一 我们两个竟然的性格 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 不为人失散多年的 姐弟或者兄妹吧 这样真的好吗 在家里一模一样 订婚在美国 是要去做什么手续注册之类的吗 订婚本身不需要什么手续 他只是说 比如说一般都是男性 向女性求婚 然后他会单膝跪地 然后给行一个钻戒 然后说什么 你要嫁给我吗 之类的 OK 原来真好有好证实 原来这叫订婚 对 那个时候 他向我求婚的时候 是在我的生日派对 然后大概我们有 二三十个 一模好友都来了 是他给我设计的 一个惊喜派对 我当时一回家一看 哇塞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我当时心里还挺冒火的 因为我 别人在我们家开派对的话 我作为女主人 就得去服务大家 我就觉得这个 我的生日派对 还要我服务大家 我其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生气 结果庆祝完生日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放了 我们两个的一个认识 到现在的一个小电影 然后他请朋友剪辑的 然后在小电影结束之后 然后他就当着 所有的我的朋友的面 就单膝跪地 真的是向我求婚了 当时我也就很感动 就是流着眼泪答应了 哇 那今天为什么 我愿意聊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在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的真是很亲密 而且那个时候 感觉这个人 你要共度一生的这个人 你值得和他真的有很多的话聊 然后你也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和他在一起 然后那你们的亲密关系 当然也是很不错的 要不然也不会走入婚姻 但是随着结婚的年限 变长了以后 然后尤其是两个人的工作 可能也都进入了 这个奋斗的阶段 25到30 或者30到35 这个阶段 大家可能会focus在 可能会关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那如果再有小孩 这个时候本来有限的精力 然后又要被育儿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挑战 给占据 那我们留给对方的时间 还有吗 我们和队友的关系 还像刚刚恋爱的时候 那么亲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你觉得你和你的队友 你们在结婚以后 甚至在育儿以后 你们两个的亲密关系 有什么变化吗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亲密度 是战友上的亲密度 而不是那种 女关系上的亲密度 我觉得战友上的亲密度 我跟她是保持的很好的 然后这点是 让我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吧 然后因为结婚之前 是男女之间的亲密度 和男女之间是很好的 然后因为当你成为队友 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90%都被生活里的 那件事情占据了之后 因为上游老下游小 你们是很难去回归到 之前的那种 对吧 一个星期三四次 sex life 那种关系 对吧 就是动不动就被打乱 然后就是电视成了看管 孩子 让你们有一些空闲时间 去做修修的事情 唯一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 以后再大一点之后 去弥补一下的吧 确实确实 这个事情你别给我 剪到高光去啊 我必须得剪到高光里去 不过一个月一两次 确实不是很多了 对 这块跟你学习 我知道这块你做得非常的好 来你来分享一下 如何找到时间去修修 我觉得我们的亲密关系 也是经历了一些 喜喜福福吧 就是我们当时刚结婚的时候 就是浓我浓啊 就是整个关系都很好 两个人的节奏都非常统一 但是确实生了小孩了以后 就像你们说的 很难找到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 就把这件事情安排进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的重要级 好像就不是那么高了 尤其是当我在睡不好觉 然后我可能还在 育儿的深坑当中的时候 我真的想不到 我还有这个性需求 是是是 但我觉得我们的队友 他是不一样的 作为男性 他们在生产和后面哺乳 这些过程当中 他的激素变动 其实起伏 没有像女性那么大 就是他这个需求 还是在的 他可能不好意思 给你提出来 但是并不等于 他的需求就不见了 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今天心情很不好 或者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听 或者我给他布置的一些 家务啊什么的 他根本就不想去做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哦原来是 某一方面在憋着呢 作为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 和身体上 对性的需求 和他的反应 真的是和我们的男性队友 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我来说 就是我要所有的事情 都做完了以后 比如说我的工作完了 我的小孩子也已经睡觉了 然后我的洗碗机的碗 都已经装好了 然后我的脏衣服 也没有堆在篓子里溢出来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做完了以后 我才会有这个富裕 去想啊今天晚上 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但是对于我们的队友来说 他真的就是实色性也 他的需求和 吃饭睡觉一样 对他来说 是同等重要的 我就认识到这个 需求的真实的存在了以后 我就会觉得 那这个需求 他不会自己就消失不见 他只会可能 转移到其他的方面 或者是 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手段 去得到满足 那与其这样 不如就我来满足 而且我发现 当我们在亲密关系 在我们的夫妻的生活的 优先级当中 往提升了以后 然后那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希望 他能够做的家务 或者是他能够 带娃的一些部分 他都很愿意主动去做 就反而不用 我一直地去 跟他反复说了 当然我们也会面临到 就是 还是确实没有时间和空间 做修修的事嘛 那就像你们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忽然 周末白天的时候 忽然就给了小孩 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电视时间 他们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就说 啊 我们怎么 我们可以看电视了 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 我们把房间的门一锁 对吧 我爸妈妈在里屋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想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你成为母亲 以后 维持你和队友的亲密关系 都有哪些障碍 如果你们已经克服的话 那你们是有什么方式克服的呢 就刚才我们两个人聊性生活的 那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障碍 就是关于你有了孩子之后 没有这个大片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你刚开始觉得没什么 但是后来发现 你们俩有一部分的需求 是没有被满足的 那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生完小孩之后 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就是我开始长了日身稳了 你的胸没有以前那么挺了 然后以至于你们在 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我是对自己的身体 有一点耻辱感 哎呀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呢 就是你不可能再指望 你的身体回到26岁 以前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很感谢 就是他一直完全完全没有说 一直都对我进行了很多的鼓励 跟我说 你还是最好看的 这些都无所谓的 这很美 你依旧很美的 就是这种非常普慰情话 然后 但是他有用啊 很有用 就是it helps 就是你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每次 因为我是练普拉提嘛 然后我每次会穿一些运动装 我是露肚子的 我会看到自己的肚子 我会觉得天哪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尤其是生老大的时候还年轻 生老二之后 认识人文全部都出来了 但是呢 因为他跟你说过这个土味情话 对于你自我肯定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就克服了这个障碍 就是我很感谢他 就是在这件事情 虽然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 你的土味情话 对我来说 是很有帮助 有可能他会翻个白眼 说哎呦你好恶心啊 或者是你哎呀你好肉麻呀 但是就是帮助很大 对我自我 再去看见这件事情 我的自我的这种 甜气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就没有这种 这种耻辱感了 然后说这种身体 sex life上的这些障碍 然后还有的障碍就是 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 有单独的时间约会了 这个事情是 如果说我对 有了二胎之后 夫妻关系有什么 进步的空间 就是我还是期待 我们两个人 可以定期的出去 两个人去约会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 对我们俩帮助是很大的 我们俩现在顶多也就一年 他过生日 我过生日 以及我们俩 纪念日的时候出去三次 完全没有像一些人倡导的 比如说一个月一次 或者一周一次 我觉得那个太奢侈了 就不太可能 我感觉就是 光有那三次 我感觉对我们俩的感情 帮助都很大 就是过生日 吃蛋糕 我们两个人 或者是我们俩的 今年日 我们俩单独出去过一次 就目前为止 我感觉两方都还可以 没有说单独提出来 我也觉得还行 就这个是 我觉得可以 大家夫妻自己 去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 多少评次的这种 两个人一一的 这种相处时间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每个人的需求点 就不一样 我们家可能一年三次吧 可跟我们的新生活一样 少了很多 但是也都 OK也够用 对 我觉得约会 对我来说 也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现在还争取 保持着 每个月一次的约会 而就我们 每个周的周五 我在家 居家办公的时候 孩子在哪 小孩子在学校 或者幼儿园 我们两个会 两个人一起去吃午饭 有的时候在家吃 有的时候在外面吃 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让我们可以去聊一些 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聊到性生活 但是当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感受的时候 还是会彼此沟通 比如说 我们最近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够多 除了我们两个自己创造的这种 可以独处的时间以外 像美国 其实整个社会对于夫妻之间 约会还是挺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个 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健身房 YMCA 每个月的某一个周五 都会有叫date night 就是说他这周五的晚上 比如说五到八点 然后你可以把小孩拖过去 花的钱也不是很多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这三个小时 你就可以和你的伴侣去约会了 我还是想回到 就是关于圣经对于婚姻的教导 你看这些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YMCA 是一个基督教组织 香港其实应该也是有的 对吧 香港好像有一个 YMCA Christian Academy 然后它其实就对于我来说 它对于婚姻的一个框架 是我前期去理解婚姻 对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 每个人对于婚姻的理解 都来自于自己的父母 那大概率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父母 8090后的父母 他们其实是对于婚姻的亲密关系 是非常的难以启齿的 然后以及对于一些核心问题的讨论 是非常不到位的 一直是没有榜样的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 很有必要的原因 是因为到我们这一代 很多问题是可以说的 可以把它提前说出来 也没有什么耻辱感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也是每一个要走进婚姻的 男生女生 都要去提前考虑的一个 一个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走进婚姻 以及现在我还持续在操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里上教我的 圣经里有一个 就是哥林多书嘛 他里面说 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然后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 然后妻子要服从丈夫 但是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去爱教会 这句话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人 可能很难理解 但是对于我在实操中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 对于我来说 最难做的事情 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 没错 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独立女性 谁不是被爸爸妈妈捧在手里长大的呢 从来都是别人过来听我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代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尊心 各个方面也都是被培养起来了 然后也需要得到尊重各个方面 再加上我们这代的人 被很多是在女权的氛围下长大的 我的这个环境更明显 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 新闻人一般都是会倡导一些社会议题 比如说女性整体的地位的不平等 但是对于整个女权的这个架构 它去倡导一个结构性的东西 我其实是认为它很有道理的 因为确实是女性的很多权益 你要是不去争取或者是你不去讨论 它永远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在一个结构性的社会框架下 拿出来的这个结论 是否适用于你的个人小家 我觉得完全不适用 就是甚至会造成很多吵架的根基 你会发现在女权这件事情上 失声的是男性 男性不敢说话 然后呢男性都在后面躲着 然后呢女性就会把女权的结论 应用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 发现哎呀家庭就变成了一团糟 因为女权是男女平等 对吧 然后这个你就应该尊重我的想法 但是很多女权会把女性至上 放在了男女平等的更重要的一点 他觉得我是至上的 而真正的忽略的是 自己最重要的另一半的感受 然后所以说在我看来就是 这个是我对婚姻 以及我去修正我婚姻问题的 一个最深的思考 就是真正的去放下自己 去聆听对方 然后在很多的过程中 不要去女性冲在前面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非常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去装修 我来操盘 因为我牛逼啊 然后我对这个细节的把控非常的好 然后我来做 然后呢男的就说 哎行你做那你就上去吧 然后结果这个女性做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抱怨 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做 这样你有什么用 然后就开始反向的去 觉得老公不好 但实际上你自己是刚开始 非常自信的往前冲的那一个人啊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就是退一步 推我的队友往前走一走 因为我觉得让他去做这个家庭的头 不是说他忽略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也很重要 但是就是让他一定不能缺席 然后在那个位上待着 对你跟对他都是很好的 对于女性来说 你有一个很强的老公保护你 你是有这个需求的 但是这个需求好像在这个社会的 各种讨论中就是遗失了吧 然后也是造成了 如果说是一个女性过强 男性过弱 我觉得在我们父母那一代 是可以容忍的 因为他们也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因为周围离婚率也没那么高 彼此容忍度比我们现在这代人高太多了 咱们现在这代人是没有什么容忍力的 就是一不合就可以离婚 然后就是无所谓 大家也觉得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离婚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真正难的是把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 持续地维护下去 让你的另一半持续地 你去经营这段关系 我感觉这个道理不仅仅是夫妻吧 可能在工作场合和对孩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要去经营一段关系 而且夫妻的关系是家庭关系里最重要的关系 这个也是我们没有被教育过的 就是我们这代人长大 可能朋友知道怎么相处 父母知道怎么相处 孩子你也可以看育儿的书 唯独是夫妻关系这个事情 没有真正地被系统地学习过 然后至于让他经常非常可怜地 沦落在一个大家庭中 各个关系里的最后一位 我可以讨论我的父母 讨论我的孩子 但是这是我的对象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需要修补一下的 重新把夫妻关系拎到最高处 然后是成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 对对对 我特别同意你说夫妻关系 应该是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关系 而且圣经在《创世纪》里面 也提到过说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当今 是会更加有警示的作用 尤其是当我们因为育儿的关系 很多的时候都会需要老人的帮忙 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三代通常的家庭 然后挤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 那当我们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公婆在家的时候 那这个对于夫妻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和他们的对于亲密的表露 又是多了一层的复杂性 是 这个也是我觉得 所有的现代婚姻婚前辅导 一定要说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人与这个父母离开 与妻子结为一体 然后我觉得就是 现在这个是 以前可能是男方需要做这个分离 现在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案例 是女方同样也要做这样的分离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 都是女方的父母过来带孩子 然后也方便嘛 然后呢 家里的丈夫毫无话语权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双方都要做这个取舍的 就是要跟自己的父母分开 然后跟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在一起 然后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蛮感谢的婆婆的 一方面 我在生孩子之前 我没有想过 我会那么的依赖 老人带孩子这件事情 可能跟你没法比了 我觉得我可能自己 带孩子能力 各方面也没有那么的强 不说没有那么强吧 可能是懒惰 就会觉得就是希望 可以是有自己的独处的时间 有很多 经常会有这种需求 希望自己能够独处的时间 然后有独处的这个时间 我就会必须得 引入外部的救援力量 一般都是阿姨 或者是我婆婆 我公公婆婆 不是我爸妈 我爸妈算了 然后就是 他也很清楚这个道理 他会经常来我们家的时候 跟我的两个孩子说 今天晚上呢 你们住在你们自己的家 我就回到我的家去住了 我们不住在一个家里 就是他会经常 把这个话放在嘴边 以至于我的孩子 很小就知道 爷爷奶奶是有自己的家的 然后我们是 我们四个人是一家人 然后他画的画 家庭里的family tree 也是只画我们四个人 然后虽然他的奶奶爷爷 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的时间 是很长的 因为要帮助我们 但是呢 他的这个边界 各个界限感 我感觉这方面 我是很感谢他的 哇 这是整个模范婆婆啊 对 因为如果说是 他要强行 就进入进来 我是很难做的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被帮忙了 我当然就是 吃了人的嘴短 我觉得我可能会很难办 可能最后我也会 强行的会分开 但是我很感谢他 就是他也有这个意识 然后这个也教育了我 因为我以后也会是婆婆 我还是两个男孩子 然后以后孩子长大之后 肯定你自己 要明白你的界限在哪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公 是 我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们说 我就是说 哎你们两个人 以后有了自己的媳妇 都会一个个走 都给我赶紧跟我走 然后 我们家哥哥还会很伤心 妈妈你不要让我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弟弟就完全 不懂我再说什么 对就是界限感吧 就是我觉得 就是挺好的 这个东西其实在结婚之前 需要跟自己的老公 而拉也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婆婆 或者是对方 她的父母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蛮得罪人的 或者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 接受这个观点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 需要跟老公去做一个 有界限感的划分 就是说我们很感恩 你来帮助我们 不是你应该帮的 你要是真的来 我们也很感激 但是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 这个家里 女主人是谁 男主人是谁 是早都已经分清楚了 我觉得就算你没有 机会参加教会的婚姻辅导 如果有一些 其他的婚前咨询的话 我觉得 这个框架 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比如说 他会在两个人 结婚以前 都大概你有了 这个结婚的意象了以后 然后他就会 首先他就像刚才说的 会给你发文卷 调查你们对于 你的性格 和你们对于 未来的家庭 一些事情的偏好 然后他再把每一个主题 拿到台面上来讲 比如说你对以后 你想不想要小孩 你要想要几个小孩 你想要什么时间 要小孩 那当然我和我老公 其实这个方面 我们一开始是有意义的 就他其实想要 40多岁才要小孩 但是我就是想要 35岁之前 把这个小孩生完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比如说 我们的以后婚后的 亲密关系 就是每一周 大概有多少次 然后这其实都是 拿出来讨论的 除了性行为以后 还有什么行为 是能够增进 你们夫妻的 这个亲密的感情的 这比如说 那拥抱 一起散步 或者是约会 什么就很多很多的方法 东西都可以 拿到台面上来谈 真的很好 你看这个婚前辅导 其实是把这些 这么重要的事情 提前讨论了 以至于在你们生活中 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们也会 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开成工作去讨论 国内很少有婚前辅导 大部分都是婚姻 已经出问题了 或者有一些婚姻咨询 但一般那个时候 是已经来不及了 至少它的效果 是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有很多问题 如果你是婚前去做 在你没有出现问题之前 去做 其实对于婚后 这些各种情景 你其实是自己有预设 对你们两个感情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前段时间 就是跟国内的人 讨论婚姻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年轻人都觉得 我可以不要婚姻 但是我需要一段 亲密关系 人是有亲密关系的需求的 然后我们就混淆了 什么是婚姻这件事情 什么是marriage 我们讨论的那些 什么上热搜的 不用拿出口 就可以结婚的这种事情 其实都是法律框架 或者是一些手续上的东西 其实真正的婚姻 还是你无法用法律 去约束的一个 非常看不见的亲密关系 其实这个历史 在中国也就是民国之后 民国之前 都是一夫多妻子 就是一个 对吧 其实它中国五千年历史 一夫一妻子 一百年都不到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所以说大部分的人 不会进行婚姻 或者是不懂 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需要去学习 这个东西是一个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 我经常还会 跟我老公调侃 我说你看你要是早活一百年 你可以取四个 取三个呢 怎么又想一想啊 然后还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一道送命题 对对对 保命感非常的强 然后就是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这么新的东西 那你就更应该去学 然后一夫一妻子 其实就是来自于圣经 讲这呢 亚当夏娃 在伊甸园里 上帝创造了亚当 然后呢 觉得亚当无惧不好 然后用他的一个肋骨 创造了夏娃 然后夏娃去就是辅助他 帮助他 成为他的helper 对吧 圣经里讲helper 我觉得就是很make sense的 就是你既然决定 要走进这个关系里 这个关系是一个 上帝创造的关系 那你就应该按照他的一些 基本的principle来 你要是没有这个 基本的principle 你最后这个东西 就是支离破碎 也是很容易遇见的一件事情 并且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有你父母的那种忍耐力 会是你没有 你怎么着都不会离婚 因为离婚之后的 社会持续感太强了 他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已经没有持续感了 大家都可以 无所谓的 就是说你 你就是得学习 这个东西的原番教义 是什么吧 要不然你就 无论糊涂的进入了 这个东西 我自己觉得 然后我 因为我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做一个 在一个出海的互联网公司 做政府关系 然后我去年前年 也是去了很多中东的国家 然后中东呢 因为是穆斯林国家 他们的婚姻 还是一个男人 可以娶四个老婆 你是否愿意 去接受他们的教义 就是它其实就是 有一个原番东西的 而且不是说 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在世界上 就是一个普遍的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是你明白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你更应该 清清楚楚的去进入婚姻 就是你应该明白 就是包括婚前辅导 包括婚姻中 一些核心事情的商量 然后都是应该 就是提前去做好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错没错 我觉得咱们人类 这个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 其实在大自然里 不是那么的常见 你看比如说 大自然里有很多 像一个公狮子 然后带着一群母狮子 对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蜜蜂 因为是母系社会 一个子瓷蜂 我都喜欢蜂蜂 来伺候 可能就只有几种的 候鸟吧 好像是一夫一妻制 然后有某些企鹅 是一夫一妻制 其他的好像 要哺乳动物 一夫一妻制的 其实是特别少的 它不太利于繁衍 这个物种的存序 接下来呢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聊一下方法论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 都达成了一致 就是就算你结婚 七年这样之后 去经营好 这个夫妻关系 也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什么小贴士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美国的资源 是很丰富的 有非常多的podcast 去指导 以及有很多书 还有一些亲密关系的 心理医生 都会给一些建议 我就是分享一些 我听到的 我在不同的媒介 就播客和书 我都听到过的 然后还有一些 自己的实践呢 我觉得确实有效的吧 我觉得第一条呢 就是夫妻之间 还是要想办法 睡在同一个床上 这个听上去 好像是废话 但是在很多的 育儿的实践里 尤其家里有小娃的 大家可能都 面临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小孩 都不愿意 和爸爸妈妈分开 他可能就非要挤到 爸爸妈妈的床上睡 或者你们家的 这个可能 房的位置 或者是房间的树 或者因为有老人在 或者怎么样 导致了夫妻 必须要陪孩子睡 而不是夫妻 睡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 睡在一张床上 我觉得这次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你们家有两个娃 或者家里有两个娃 必须得一个人 带一个的手 对 其实我们家这个 还是在摸索 在纠结 对 但是我们有很多 这个奖励机制了 如果小孩子 愿意自己 睡在他自己的房间的话 我们就是 哎呀 简直就是 撒了花的庆祝 给一大堆奖励 然后再给一大堆称赞 反正就是 一点点往那边套吧 对 首先要缩小 这个物理距离 然后我觉得 你也可以试试 比如说裸睡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裸睡对身体本身 就是有好处的 就是它可能会让 你的睡眠质量更高 但是可能是一个习惯 你可能要慢慢去适应 但是当两个人 睡在一个床上 又穿衣服的时候 对吧 之后的进展就可以 可能会更顺利一些 所以裸睡 是真的有好处的哟 对 它其实真的会让你的 睡眠更加的 放松 只要你习惯了它的话 对 你的身体的温度 也更容易从你的体表 排放到空气当中去 降低你整个的 睡眠的一个温度 然后让你能够 睡得更沉 问一个很中医的问题 难道不会着凉吗 这个就要看 你的空调的角度 你的被子的厚度 和一系列环境因素了 对 对 所以还是给搭一个被子 那个算裸睡吗 对 可以啊 算裸睡 不是从今天 就躺在那儿 什么都不盖 像我们家人 其实他是习惯穿 长衣长裤的睡衣 睡的 然后外面还要再放被子 那你可以尝试着 被子留下 然后把长衣长裤脱掉 就自己去尝试吧 我刚好就搜到了这本书 就是说什么 Top 10 Benefits of Sleeping Naked 关于裸睡的这个好处 说有非常详尽的调查 然后讲到说 裸睡可以让你快速入睡 然后提升你的睡眠质量 并且能够提升你皮肤的健康程度 然后降低你的压力和你的焦虑 天哪 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还是就是个人习惯 什么习惯能让你睡着 对吧 什么习惯就是对你有用的 就是再怎么统计数据都没用 但从两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 Interesting 好好好 我去实践实践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性以外 我觉得夫妻之间 如果有共同的爱好 就有些事情 他是可以一起尝试一起做的 比如说就哪怕是一起做饭 两个人在厨房里 这个小的空间 对吧 然后一起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一起享受这个 做出来的饭 这个美好的结果 也是一个能增进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 之情 而且还可以 比如说一起健身 首先这是本身一个非常正向的事情 然后让两个人更加健康 然后能够增加两个人的彼此的body image 就是两个人都会更加自信 健身了以后 哪怕你看不到短期的效果 但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到健身房 这件事情就能让你们两个对自己的身体更加自信 对 我觉得健身还是挺难的 就以我们家为例子 就是我比较喜欢普拉提 他比较喜欢踢球 就是都是运动 对 但是找到一个同样的 并没有那么容易 后来我们也是找了一个得中的 就是一起去户外跑 又能让孩子放电 我俩又能一起跑步 对对对对对 你们也可以就算做的是不同的运动 你们也可以试试 把你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同一天 然后有的时候运动了 会降低我们的压力的荷尔蒙 有的人运动会让他更有兴致 而且包括你运动完出汗了以后 你也会洗澡 然后所以就是当天就可以 尽量创造一个天使积利人和的这么一个环境吧 对 尤其是你运动的时候 双方的体脂率都下降了 肌肉含量都增加了 让对方你会更有兴致 我们家就是这样 就是我老公他因为工作的原因 喝酒喝的挺多的 他在春节的时候呢 他有一次非常强的heart attack 就是心脏突然间很难受 然后当时是吓坏了吧 我们后来去医院查一什么都没查出来 然后医生就让他注意控制体脂率 然后我终于大发雷霆了一次 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 就开始规律的健身 然后瘦了挺多的 瘦了大概十斤左右吧 对对对 你这次回来你也能感受得到 看这个方面跟一年签 对跟一年签不太一样 跟他最近又有要吃回来的趋势 但是他瘦了那段时间 我跟他的感情是明显的有变好 因为我是规律健身的人 对 然后他不太规律 等他变得规律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们俩同品了 然后身材管理就到位了 然后确实是我看到他 我更有兴致了 接下来一个还得大家就是多多尝试呢 就是一些情趣用品 此处应有赞助啊 虽然我们说很多的情趣玩具的使用的场景 是说你自己玩 但其实情趣玩具是可以共同使用的 帮助彼此对吧 包括还有像一些情趣内衣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尝试的一个东西 哇你有链接吗 求链接 对此处也有链接 金主爸爸们赶快对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挺对的 这个事情是婚前会考虑很多 婚后好像又忘记了一个手段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尝试去一些新的地方 然后新的时间和一些新的体位 就这个新鲜感 我觉得也是能够让夫妻之间情趣上升的方法之一 比如说你平时都晚上做 你可以试试白天 然后你平时都在卧室里 那你可以试试家里的其他地方 那如果家里人太多呢 你可以试试周末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去度个小假 在外面住一夜 尝试一些新的花样 然后甚至我听到有一本书里面倡导的是说 你可以和你的伴侣有一个性爱挑战 它可以是六天 然后可以是一个月 这个特别有意思 叫sex challenge 就是说你的目标就是在我一个区间 每个规定的天数内 每天都要有亲密行为 就是总之就一个道理 你继续想方法 就是在sex这件事情上 就是尝试一些新的花样 对吧 带来一些新鲜感 我回去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跟他商量一下去怎么做 首先也明确一下需求 然后几次再看看怎么样的方式 欢迎大家尝试完了我们的推荐了以后 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个尝试效果怎么样 我其实很好奇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是看过一个研究报告的 说女性其实到了30岁之后 她的需求其实是大于男性的 我觉得是一个 她让两个人通过一个高密度的一个尝试吧 调整两个人的频率 然后让两个人的生理上的频率能够逐渐的同频 我觉得这个是她的其中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实操层面上 我觉得对我跟她的亲密关系帮助很大 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一起刷剧 或者是共同的一起去 比如说看个吐槽大会 或者是看一个启发说 再或者是一起去看个电影 就是看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 甚至我们两个人都由衷的觉得很好看 而不是我为了去应付你跟你一起看 是我们两个人都很享受 这种节目其实并不多的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双方去找到一个 能够让你们都开怀大笑的一个剧 或者一个片子很重要的 你们首先得先花时间去找 然后其次一起去看 然后你会发现很享受 然后你们会去讨论 这个事情就实践起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在我们家 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定了这个规矩 就是我们家的客厅放了我们俩爱看的片子 而不是我喜欢看的 或者她喜欢看的 因为这样也会影响我们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因为我们就会吵架 就讨论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决定不用公共领域去放 只有一方感兴趣的东西 或去放大家爱看的东西 我们俩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经历 就是有一天我们终于找到时间 可以一起看电影了 然后把小孩都提前哄睡了 就看了一部特别烂的一个片 一个韩国的女性的复仇的电影 但是它拍的特别烂 动作要动作没动作 要剧情没剧情 然后结束了以后 我们就说既然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我们还不如 对吧 回我室 我觉得就是增加亲密的这些小贴士 分享起来 其实就是两种层面的亲密 第一种就是你精神上的亲密 就包括说是我一起去找爱好 一起去看一个 能让你们开怀大笑的剧 但是就是身体上的亲密 身体上的亲密就是你们两个人 要找到同频的方式和次数 能够让你们两个人 在身体上都能感受到愉悦 然后你身体上的愉悦 会反向去增加你 没错没错 我觉得作为夫妻 要把这个事情提倡日程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俩聊聊这个事情 就至少我们意识到 这个事情是需要维护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被我们的生活推着走 让他最后就很可怜地 待在一个角落里 成了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 一个需求 是不是 小猫妈妈我们刚才在聊的 主要是亲密关系里的 这个身体上的接触这个层面 那现在有很多的 新兴的一些交往的方式 也是给人提供一种 精神上的慰藉 比如说这个AI恋人 然后还有什么二次元纸片人 还有什么仪女游戏 好像咱们现代人 尤其是年轻人 在很多虚拟的世界 也能得到一些精神的慰藉 然后甚至是恋爱的感觉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你起的话题你怎么想 Character AI已经倒闭了 Character AI的Founder 就是创始人 其实是刚刚被挖到了谷歌 然后我觉得在商业上 这个肯定是有巨大的市场的 很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从我个人角度 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 这些在虚拟的世界 获得慰藉的人 因为现在在现实世界的 这个恋爱的成本 非常的高 然后包括你要花时间 精力和金钱 然后去跟别人建立一个 也许能 也许不能长久下的关系 然后但是你在虚拟世界的 你所推的人 或者是你所支持的人 他是不会背叛你的 至少在你的这个精神世界里 然后他给你的回应 可能是非常的俗 然后非常的 甚至是非常准确的 我突然间很想问你 你怎么没追求这个呢 还是你觉得 你有一部分这个需求 没有被发掘 你一直觉得 我本来已经很中二了 是吧 对 我觉得你对这话 很专业很有良心 像比如说我 我其实对这话 没有那么专业的 就是我感觉 我是更渴望 真实社会世界里的互动 跟真人的这种爱 就是很火的那APP 我可以理解 现在年轻人 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 但我自己不会上 我也不会去使用 但是我觉得 你好像是有这个 有这个潜力成为 Daily Active User 你怎么 而且还是课金玩家 就最后还是 便宜了你们家找你呢 我觉得就首先 我本身也是一个 特别喜欢二次元 然后我从小看漫画 然后很喜欢 看日剧 或者是动漫 还有一些 我到现在都 三十几岁了 我都还在追翻 也确实在现实生活中 你可能 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想和你伴侣倾诉的时候 他也很累 然后他这一天 过得也不顺 然后他是不是能够 像AI一样 及时的给你那种 完美的反馈 完全照顾到你的心情呢 其实我就是使用过AI 然后我会问AI 给我一些建议 然后他给的建议 就是乍看都对 仔细看全是废话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想最能慰藉我的 其实就是一个 温暖的拥抱 然后可能他什么话 都不需要说 就说哦 你说的我听见了 我在这儿 就真实世界的反馈 他哪怕是再不完美 但是他非常的真实 他不像虚拟世界的反馈 他非常的完美 但是有一种虚无感 然后可能你花了 很长的一个时间 我叫这个AI 然后给他输入一些 你背景信息 然后你告诉他 你现实面临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 他好像是理解你了 但你其实你脑子里知道 只是一个你自己虚构出来 安慰自己的产物 你最后还是觉得 非常的虚无 非常的寂寞 而且虚拟社会 虚拟世界里的伴侣 没有办法当队友 没有办法 我也爱鼓掌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啊 我觉得我和小毛妈妈 两个人也算是非常坦诚的 和大家聊一个非常亲密的话题 然后我们之所以聊这个 就是因为它特别重要 而且它对于我们的夫妻关系的 长远的发展 起着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作用 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获得一些灵感 然后呢 回去会在生活中 有那么一两个小尝试 期待我们这期节目 能增进你跟另一半的亲密关系 如果你要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各位要是觉得今天的节目 会对你周围的夫妻有帮助 那么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这期节目 转发给你认为有帮助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 拜拜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白天也行